春節連續假期即將到來 桃園大園區竹圍漁港 是北部著名的漁港 每逢假期總是吸引遊客觀光 大園景分局為了因應連假期間 可能湧入的大量車潮 提供了四條替代道路 春節連假即將到來竹圍漁港的新鮮漁獲 常吸引遊客前來觀光 民眾左向攤放處 攤商叫賣各類海鮮 桌上滿滿滿的漁碗 熱呼呼的煙從鍋爐冒出 搖湯的手沒有停過 交通警察指揮交通現場車流不斷 竹圍漁港是北部著名漁港 每到假期總湧入大量人潮 市府祭出替代道路方案 台宿線南下車輛可由彩虹橋替代道路 右轉進入竹圍漁港 二 台宿線北上車輛可由台宿線甲線 引導至竹圍漁港停車場 三 台宿線往漁港路 車輛引導至建國路 接台宿線北上由彩虹橋進入竹圍漁港 四 台宿線與漁港路 擁設時可引導車輛往台宿甲線 至竹圍漁港停車場 除了前往竹圍漁港有替代道路 大園區和中立區的交界清浦地區 發展快速有購物中心 更有知名的水族館開幕 過年期間避免人潮行經中立 清浦方向往國道二號大竹交流道 遇到塞車時可以改由110甲線 往國道一號內力交流道方向分流 警方也呼籲到觀光景點 請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記者謝祥林 張家祠桃園採訪報導 字幕志祥林 張家祥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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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祥林 張家祥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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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祥林 張家祥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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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張家祥